位在慈祭禁寺金社附近的普明寺 已经创立将近一世纪 禁寺金社法师号召慈祭之工 在岁末时刻替寺庙的里里外外进行清洁 法师们年纪都很大了 我们就以40位的人力 来帮普明寺师父们 把他们的寺院能够打扫得非常清静 让师父能够很专心的清修 普明寺距禁寺金社 只有100多公尺的距离 曾经是正言上人 来到花莲修行时借宿的寺庙 因此志工们怀抱感恩心 浅心打扫 我感觉很欢迎 你欢迎得叫老婆帅 从天花板到各个墙角 一点都不马虎 替普明寺除旧不新 庄严了寺庙 也庄严了自己的心 大约新闻杨爱婷 温国家花莲报导